再会减击 周晓也 我问你个事啊 你说刘俊仙 千万别说刘俊远 别惹事 总没帮帮他呀 他平时对咱都不错 都这样啊 你怎么帮啊 咱至少得知道他在 我得跟他见一遍啊 我得跟他见一遍啊 说得也是 来 来 那新兵队里不是有一队 富士尼老乡吗 你怎么 你怎么连这都知道啊 我得打听他们家啊 行 我跟他打听他们家 记得多给人带两瓶好球 这还用你说啊 别跟幸福他们说啊 今天训练到此结束 接待 回灯宿舍 来 为伙 我老想说 刘远被关在校警备处的 临时大牢里 就是西边那个小院 警备处临时调配了一个班主手 全副武装 日夜戒备森业 不准任何人进入 他们打算怎么处置刘远 警备处处长正在亲自审问他 我觉得刘远这一次 凶多吉少 还有什么办法 能靠进那个院子吗 我知道你点子多 但我劝你 这次不要出什么鬼主意 谁能从警备处大牢里捞人呢 如果这次你还出去惹祸 思路一条 你开门 抓住 放开�人 我看你我不曾来 过来 真的是大用衣带 我ожу到她 你骗好了 我就要得死到她 不愿意了 你骗到了 我骗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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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病吗 对不起 身错人了 兄弟 找我啊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跟我来 森哥 我大哥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我们离开上海之后一块考了中央军校 昨天晚上学校里来了几个警备处的人 把他抓起来了 说的是共产党 这共产党可是要枪毙的呀 森哥 那可是我大哥呀 我得救他 兄弟 你放心 你 你的事就是三哥的事 更何况救的是你大哥刘远 三哥 你是真不知道 我们学校那警备处 他不是一般人能进去的地方 兄弟 你可能不了解你三哥我的脾气 越是手到擒来的东西 我越不能 实话告诉我 南京城 中央银行省政府 各大部长的官邸我都去了 就是你的军校我没去了 中央军校警备处 哎 是不是一个港上邻里 戒备森严的地方 好 好 我要好好领教一下 三哥 你帮我 这样 明天晚上三点 在你们学校西门外的小树人等我 谢谢三哥 三哥 三哥 兄弟 三哥 来晚了 来晚了 对不起 三哥 出来不方便 这是给我带的军装 对 你试试喝过身 你打算怎么救人 我说过今天要救人吗 先回去吧 回去 听说过踩盘子吗 啊 明白了 哎 那需要我为你做什么 刘远关在哪儿 好吧 我给你画张图 不用画图 跟我说着就行 从这儿往前走 翻过外墙之后 往东过一排军营 见着路口往南 你会看到一个红色的围墙 里面有两个哨卡 刘远就在最后一排的 老鼠家上高放 行 我知道了 明天这个时候到这儿来找我 哎 干嘛呢 吃饭了 路口 发什么呆啊 走了 有点消息吗 我听说 马上 这么快 我知道你难过 其实 我们都难过 都已经这样了 你能怎么办呀 你总能去监狱吧 我就这么一说 你别当这样 总之先吃饭 吃完饭再说吧 好 三哥 今天来的早啊 三哥 盘子踩怎么样了 咱们今天晚上必须动手 他们说刘远明天就要处决了 放心吧 这所谓的中央军校也不过如此 也就是关过你 要是我早就出来了 那咱赶紧动手吧 等一下 从牢房里把你会救出来 很容易 但是要想从中央军校出来 有点小麻烦 什么麻烦 牢房外有两道岗 放到烧饼很容易 进去救人需要半个神神 但是我观察过了 院子里的巡逻队 没半个神神巡逻一个来过 如果他们发现邵兵不在 被拉行警报 那怎么办 别那么紧张 我刘三答应救了你 还没有救出来 这样 今天晚上 你跟我一起去 我 对 我觉得你身手不错 三哥 我不行 这万一哪个洞水企业 发现我不在 麻烦大了 没事 三哥 给你个宝贝 冲他们脸吹一下 保证他们能睡到天亮 你现在就够了 一个时辰以后 在牢房外的第一个岗事等我 好 叫一场 四季 到你 去你 前面 这两个岗事 你 什么 一 你 你 我 到你 你们 你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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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所作之事 本来是刘远英禁之色 三哥 时间非常险 没空不先凉了 赶紧动手吧 消兵呢 赶紧动手 赶紧动手 开门 报告长官 门被反锁了 翻墙 报告长官 有个兄弟轰倒了 快去狼房 哥 快 快去 三哥 好了吗 兄弟 跟你说的话记住了吗 记住了 现在分岔的洞口 向右走 后会有期 保重 别管 咱们也快走吧 三哥给他留的路不是这个 一边的人听着 赶快出来投降 再不出来开枪了 开枪 踹门 犯人套窗户跑了 一 马上通知警备处先兵队 封锁前面 我们几个跟我追 对 快 走 快 你出事 跟着我 这是 三哥给的 进去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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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保重 肖雅是个好姑娘 好好对人家 我知道 哥 有个问题 我必须得知道她 你到底是不是恐难党 如果我是共产党 你就不救我了是吗 废话 你是不是我都得救你 但是我必须得知道 你是还是不是 我是 你真是共产党 共产党不是废 我不管什么废不废的 反正我就知道 你是我大哥 我大哥 保重 周围滚啊 凉灯 你们有谁看见了周围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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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长官 西灯是周围滚还在屋里 灯亮醒来后 没看见他 枪响之后也没看见他 报告长官 睡着了 没听见枪声 是 其他人有没有看见周围滚 说 报告 讲 周围滚他有蹲夜坑的习惯 跟我走 搜 走 这儿没有 警告 没有 警告 没有 周围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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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儿干什么 呦 王教官 您 您看出来啊 待了多久了 教官 我刚才好像不再睡着了 这待多久我真不知道 腿都骂了 行了 拉我赶紧回去 谁 我 刘远 快 刘远 刘远 快进 坐 来 来 谢谢 慢点儿 你一定想象不到 这次是谁救了我 谁 周围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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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阿文 真是没想到 你饿了吧 我去煮碗面给你吃 等着啊 我去煮了 这么快 我说 都冒了 真是 这儿 按手 对 我不想走了 来 趁着趁一趟 来 喝口水 饱了 来 现在形势非常严峻 由于国民党对苏曲的第五次围剿 红军已经被迫撤离了苏曲 今后我们的工作将会更加艰难 南京你是带不下去了 这样 我向上级请示 安排你到上海工作 好 我服从组织安排 同学们 我想再次提醒你们 这里是中央军校 我们这里培养出来的学员 不只是精英 而是精英之中的精英 你们走出我们的军校 就将直接走向战场 所以 在你们离开军校之前 还将完成一项 在校期间最为重要的考核任务 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学员 进入学业的最后阶段 朱冰总联合训练演习 像是西军的一个指挥所 我再过去看看 去指挥所看看 从那把西军的布防都明白再说 我们的任务不是这个 什么任务啊 你想想 咱们的对手 是参加过 松沪抗战的教导总队 就凭咱们几个军生兵 想赢他们 吹呢 你这也太冒险了吧 堵枪口去啊 没事 胜利 你到山那边 我放两枪吸引他们注意力 行不行啊 没问题 听我的 走啊 我是副队长 直接没来了 好好好 副队长 骂了个包子 别开玩笑 走 去看看 走 走 走 你怎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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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山下打枪声 应该是一小谷东军的 正常部队 不过 被我们击退了 什么击退 正在一起 大家用的都是空包的 有没有打住目标 还不确定呢 你怎么知道 是我们击退党 还是他们主动车退党 这帮兔崽子 竟然跑到我的地盘闹事 被我抓到 有他们好看 盯紧点 是 新宝 新宝 孙队长检查阵地去了 大家过来看一下 这是一份西军的布防图 这上面 有西军所有的火力部署 那把这图赶紧交给李教官 来不及了 东军现在打成这耸脸 咱在这儿守了一天一夜吧 再花一整天时间走过去 东军就已经败了 要这图也没用了 说吧 你晓得有什么鬼点子 断了西军指挥部 我 你这个地图虽然详细 但是没有标明 西军指挥部的位置啊 你睁大眼睛看看 西军在这里有一支部队 是没有任何作战任务的 那又怎么样 你看 这张地图西军在所有的位置 都有部署 唯独这个地方是光白 如果我是西军的总指挥 我当然也要在指挥部附近 安插一支像这样的警卫部队了 那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地方就是西军的指挥部 但问题是 怎么通过步伐啊 这个你放心吧 虽然西军现在位置不明 但是像咱们这样一支小部队 在战线中 渗透过去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样的行动 会不会违法演习规定呢 本次演习的规定 不准捕获 不准乔装潜入 不准破坏建筑和农作物 不准固有农夫 对像咱们这样的突袭行动 没有明文的规定 所以咱们不算违规 对 新铺 你们两个怎么回来了 巫师长你们放哨吗 进攻部队受阻了 我们想 我们的任务不是进攻 军人必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你看一下 这是一份西军的布方图 我们准备端了西军的宗主会部 少扯蛋 我再说一遍 我们的任务是在这潜伏 掩护大部队总攻 还总什么攻啊 东军大城什么样你看不出来 新婆告诉你 我们是去端西军的老窝去了 这事成了 这仗就赢了 功劳也是你孙队长的 再说了 王志平是这次西军的总参谋 他肯定也在指挥部门 咱只好过去把他给抓了 过过一遍 这没过 你以为这是大兴台的演戏啊 你也知道这是战场啊 是战场 西军就是小儿本 打还是不打 我是队长 我命令你们不许打 坚决执行命令 我再问你一遍 打还是不打 坚决不打 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罢了 干什么 他是对着了 对什么仗啊 你们还想不想赢这场仗了 想赢这场仗的 把他给我绑了 谁敢 周白国 还真呢你 臭小子 愿意跟着我 端了西军指挥部的 过来 你们俩把孙队长看好了 谁要是敢把孙新府放了 我回来之后饶不了他 是 周白国 臭小子 你人人吧 你人死了 西军指挥部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没有吧 西军的总指挥部会不会不在这儿啊 不可能 肯定是他们没装作吧 有了 走 跟着这辆车 走 前面就是习军指挥部了 都给我小心点 胜利 带两个人占领制高点 一会儿我们要是被发现了 火力也会我们撤队 好 你自己小心点 跟我走 走 去吧 兄弟 我们是东军突击队的 根据这次演习的规定 你现在已经阵亡了 一会儿我把手松开 你不许出声 如果敢出声的话 我就绑了你 而且 我会把你的违规 告诉指挥部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扎三次眼 那里边 是习军指挥部吗 问你话呢 说话呀 你不是说不能说话吗 没有什么话 问你就说 于是 就让细菌承误部 给我绑了 你不说不绑我吗 大哥 我说什么你都信的 我说什么你都信的 你是我敌人 我不帮你绑谁啊 诺人听着 我们是东军突击队 你们已经阵亡了 这不一演习吗 怎么能用真子弹呢 混蛋 是让你们到这儿来的 我 由我来说 都说了 你不会有空 你会把我打不过 你到这儿来的 我来说 能用最好 那边 我们新闻 我们新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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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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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军校教导总队 总队长桂永青 总队副兼一团团长周振强 总队副张坤生 参谋处主任温祖全 副官处主任张炳东 金生 已经全体阵亡 general Heinz von Gensheim 好了 这样打成这个样子 又不是你的错 进入命令 一 西军所属的所有部队 即刻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二 上报演习指挥部 六月十四日 凌晨五点二十一分 因西军总指挥部 遭到东军突击队的都击 全体高级军官阵亡 西军不战而败 西军后 你怎么召集于在释跡的座团 如何在世界上是否成功。 不要緊, 誰會知道這件事。 其實, 我們的建築物 遭遇了我們。 年輕人, 做得好。 向你道个歉 道歉 道什么歉啊 我那天做的确实有点过了 毕竟你是我长官 不能就这么把你绑了 就这事啊 我有那么小气吗 再说了 你做得没错 结果不是很好吗 战场上没有什么对错 剩了就行 想什么呢 时间过得这么快 一晃就毕业了 是啊 想想这几年都挺不容易的 中央军校的魔鬼是训练名不虚传啊 难熬到最后的 可都是精英啊 可惜有一个精英没能留下来 真不知道刘远现在干什么呢 想他 虽然这次算你们赢了 但是你们知道 你们犯的是什么错误吗 赢了还犯什么错啊 你说什么 你们这是战场抗命违反军机知道吗 违反军机的是我 跟他们没关系 周围归瞎胡闹 报告 教育长大 确定都有 建立 王教官 这位是德国顾问团的总顾问 赛克特上将 他想来看看这几个学员 没打扰你们吧 没有 交易长 还有本 来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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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激烈,我愿意激烈,我愿意激烈 我愿意激烈,我没有人都被狡献,你们都被狡献了 你们都被狡献,你们都被狡献,我计划你了 我闪了,我已经有 Wakeman帮助他,他会赢得你还不赞 我认为你们也认为您会有相同的支持 你们的理想是吗 你们是一个随便的精神 但是我会不会太重, 可是我认为你们的利益 长官 长官 你找谁呀 找学生找老师啊 您好 我找萧阳老师 您就是我们萧老师 中央军校的那位未婚夫吧 我可跟您说了 您得对我们萧老师好啊 我们女四村的所有师生 都知道她对您好啊 您要是真的做出对不起她的事来 那我们所有师生都不答应啊 您等着 我给您叫去 谢谢您啊 来 等着啊 天边余下一抹夕阳 思念也被带给远方 渴望的爱情藏在心底 带起行囊 远走四方 有些时候 你我一样 挣扎着寻找方向 渐渐渐触摸到时间冷暖 也不寻常 也不慌张 我想做人一定要坚强 我 想让人间盛开着善良 我想所有的你都快乐 我想和你微笑面对忧伤 生命旅程 修饰战场 别再逃避 别再失望 我想做人一定要坚强 我想做人一定要坚强 我想人间盛开着善良 我想所有的你都快乐 我想和你微笑面对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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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